恭喜張家朗勇奪金屆東京奧運男子花劍金牌 這塊是香港二十五年來九位的金牌 真是不離不已 今日言語治療就和大家講下花劍這兩個字 花劍的花字真是講一朵花? 即是好像刀劍神律一樣 有金木犀之劍又有藍牆眉之劍? 而花劍的英文名Foile 又真是講一張錫紙? 那就要由劍擊的歷史講起了 未訂閱言語治療的你 記得按訂閱加上旁邊的鐘 才第一時間收到新片通知 劍擊源自歐洲士兵的劍術訓練 在十四世紀後期 劍術隨著西班牙的軍事拓展 流傳到歐洲各地 當中以法國和意大利最為盛行 正所謂 做男人最緊要有氣勢 戴著把劍還不夠氣勢? 劍是當時歐洲貴族和騎士的隨身武器 而決鬥就是維持男人氣勢的終極手段 一言不合就決鬥 在1588至1608年 正在巴黎就已經有八千多位貴族 因為決鬥而死 為了減低劍術決鬥的傷亡 劍擊學院應運而生 引入了面罩和防護用具 又制定攻擊和防守的規則 令大家過足缺鬥癮之餘 又夠安全 也形成劍擊運動的基礎 為了令劍擊更安全 法國人改造練習用的劍 重量變輕 劍尖變鈍 而這種劍就是花劍 所以花劍的中文 又譯做輕劍 鈍劍 充分反映它的特性 至於英文名 劍手為安全起劍 就變成了花劍的意思 會用薄片包著劍印 就是Foil的由來 那為何又要叫做花劍呢 原來又是因為安全 唉 Agenelle真是很忙 劍手為安全起劍 在劍尖綁結 看起來就好像一朵花 花的法文是Floret 本身是陰性的名詞 把它變成陽性Flurry 就變成花劍的意思了 其餘兩款劍的名字 有Appe 聰明的你看到這兩片都知道 又是法文來的 意思就是劍 那中文又怎分呢 剛才說到花劍又叫做輕劍 Appe又真的比Foil 那就叫做重劍咯 至於Saber 香港和大陸譯做配劍 但是台灣譯做軍刀 為何會差那麼遠呢 看回Saber本身是匈牙利騎兵用的武器 刀身微彎 只得一面開封 即是單面刃 中國傳統對刀和劍的分類 會看它的形狀和單雙面刃 一般來說 彎的單面刃就是刀 而直的雙面刃就是劍 所以Saber根據這個框架 毫無疑問是一百軍刀 但在西方語境中 Sword 其實泛指很多種武器 但凡連著手柄 尖銳的長條型武器 都可以歸類為劍的一種 所以Saber 譯做配劍 也不見得有錯 那所以 最後當然少不了劍擊本身這個字 劍擊 大陸和台灣都譯做激劍 越南文就是鬥劍 都有劍字的存在 日文和韓文就直接用回英文的Fencing 但是Fencing和劍字 又真的好像大纜都扯不起來 原來Fencing 是取自拉丁文的Defenser 即是保護、防守的意思 而劍擊的法文 Esklim 就是解combat、戰鬥 看來 其澳洲語言都稱得上是 口中無劍、心中有劍 提醒你重視攻守、進退的平衡 有時再退都不是辦法 唯有盡力上前打好每一劍啦 希望這段片令你更了解劍擊的語言冷知識 大家還對哪些運動有興趣呢?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段片的你 就comment、like和subscribe言語治療 按下旁邊的鐘 follow my IG、facebook 全方位接受治療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